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为梦想窒息的馆长 我本来以为2020已经足够魔幻 但2021年的开头还是把我震了一裤子 尤其是当我知道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 Farady Feature 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 估值34亿美元 并且还要和吉利汽车 以及国内某一线城市 一起合资建立中国总部和生产线 这说不定意味着 离开祖国怀抱快4年的贾老板 终于要趁着这股东风回国了 此处应当有故乡的云BGM 另一边春节前所有大平台 都在发红包分钱 比谁撒钱多的时候 只有乐视在自家APP的logo里加了一行 欠122亿 这个操作就很骚 一个字 绝 仿佛在贾老板东山再起前 又一次扒掉了他的短裤 提醒大家 这人是个骗子 良心企业莫过乐视 前有电动车国产三跌 股价飙涨 后有一辆车都没造的恒大汽车 市值暴涨到3500亿港元 如今眼看着信用破厂的YT甲 也要趁着这股后浪卷土重来 只能说当资本市场乘上了电动车 我俩凡人 是无论如何追不上他的逻辑 所以这期视频 我想聊聊贾越廷的资本逻辑 以及他为什么还在蹦打 还是老观力 先放结论 乐视生态的确是庞视骗局 但它更像是其中的一个变种 它不是完全没有实际业务 相反 贾越廷在某些方面 事业还很超前 并且不少业务的逻辑 在特定情况下的确能够成立 正因为如此 直到2021年 还有自来水为贾越廷洗地 还有冤大头愿意不断为贾越廷砸钱 但其实 无论是2014年被股民捧上神坛 或是2016年跌落成人人喊大的小丑 又或是如今重回派局 贾越廷一直在那里 他一直没变 一直玩着他的生态概念和资本游戏 变化了的 无非是事情做没做成 风口又没有起风 故事要从乐视登陆A股开始讲起 大家都知道 A股上市是有盈利要求的 如果没有连续盈利 是没有上市资格的 而上市后 如果不能维持盈利 是要被ST的 而长视频网站 一向被认为是盈利能力低下的业务 艾优腾三家至今仍陷于高昂的 版权 服务器 几代宽成本中 难以盈利 包括近一年市值暴涨的B站 也远还没到能赚钱的地步 因此 这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这是乐视的一条死线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 乐视最早作为一家视频网站 初期的盈利哪里来的呢 广告肯定是不用说 这是任何一家视频网站的 商业化基本盘 这是最重要的 而另一个则是2B的版权业务 早年乐视以接近白菜价的价格 购买了大量版权 这些版权有多便宜 根据乐视的招股文件 2007年采购电影电视剧的均价 为1.74万元每部 2008年为2.68万元每部 2009年采购量为前两年总和的7倍 均价只有1.47万元 和现在动辄千万上亿的版权 采购成本一笔 这约等于不要闲啊 2007到2009年 这三年的版权采购费用 加起来只有5850万元 放现在买一部顶级大片都费尽 但乐视换到的却是2324部电影版权 和4.31万集电视剧版权 就是用这么便宜的价格买版权 当时还有风头机构评论乐视 觉得他们是不是犯蠢 哪有视频网站花钱买正版 毕竟当年优酷 土豆 PPTV 酷6等同行 全都是盗版影视剧 然后啪啪打脸就来了 2009年后 视频网站行业迎来了一波版权大战 影视剧版权飙升 热门影视剧价格 开始暴涨到每部超千万元 这是视频版权的风口 更是贾跃亭人生最重要的风口 在版权上的超前视野 让乐视成功拿到了2B业务的增长点 到2011年 版权分销的收入 已经占据营收的5成以上 加上乐视早早地启动了会员模式 让付费用户先把带版权高清视频看起来 培养了第一批有付费习惯的视频用户 可以说用户付费加广告加版权三驾马车 把乐视这个二线视频网站抬进了A股 成为了视频网站第一股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贾跃亭确实有点穿越回来的味道 但上市以后 乐视限制就多了 视频网站又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 随着版权大战开打 版权价格水涨船高 版权二料贩子乐视面对原材料大幅涨价 倒卖老版权又势必越来越不赚钱的状况 此时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跟进 2013年到2016年这中间的4年 版权内容的成本分别为12.8亿 14.6亿 23.9亿和31.9亿 直到2018年之前 乐视都没在版权成本上省过钱 既然不省钱 那么盈利就成了难题 前面也说了 A股对盈利能力的要求很高 但贾跃亭显然是不愿意上市爽一把就退市 因为A股才是贾跃亭的金矿 才是乐视生态未来最重要的现金牛 这一点后面再讲 现在乐视的首要问题是怎么low到钱 让自己卢在A股 此时贾跃亭想到自己身为会计 最擅长的事情做账 一家企业多少会打上创始人的某些特质 创始人是程序员出身 多少会有点极客法呢 创始人是当老师的 那公司就总想着说脚 创始人是销售出身的 公司打印帐和做推广就会很强 而贾跃亭会计出身 所以做账就是乐视的核心竞争力 对版权成本 乐视采用的是一套名为 直线摊销的财务技巧 一般情况下 假设一部全新的影视剧 购买成本是3个亿 这笔钱不会一次记账 而是采用摊销的方式 分摊到版权期内的各个时段 记录成本 但值得一提的是 影视剧能给视频网站带来的收益 往往前两年占90% 第三年往后加一起就只剩10% 大头收益都在前两年 因此在摊销时 采用怎样的方法 就要看会计的手腕了 优酷搜狐视频 采用的是非常时辰的加速摊销法 第一年进入成本的大头 之后逐年递减 而乐视采用的则是直线摊销法 也就是成本平均摊到每一年 3亿成本平摊6年 每年5000万 这样做账的确不违法违规 甚至其他行业通行的 都是这套做法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 就是前两年收益最大化 而成本最小化 于是这两年的财报 会做得非常漂亮 账面看有盈利 但问题就在于 虽然前两年财报好看了 但成本其实被拖到了后期 即使影视剧已经过气不产生价值了 每年的支出还是源源不断 这就相当于名吃卯粮 降低了大后期扛风险的能力 而另一个好处 则是高价购买的版权 在财报中会被记入无形资产 成为公司市值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资产其实价格虚高 根本没有啥变现能力 只不过在财报中 没有人会追究这些 靠着这套作账技术 乐视不仅顺利留在了A股 还成功推高了股价 到此为止 一切都还是可控的 商业逻辑看上去似乎也是成立的 但光是做版权和视频网站生意 并不能满足贾跃亭的财富梦想 也撑不起一个最高层 达到近1700亿市值的公司 况且作为A股商市公司 守着一个视频网站 对贾跃亭这种牛逼会计来说 简直是捧着今晚要翻 于是在贾跃亭手上 作账能力和所谓的乐视生态 一融合就出现了生态化粉 什么是生态化粉 生态加作账等于财富炼金术等于化学反应 这就是生态化粉 从2011年开始 贾跃亭开始描绘他的生态帝国 而到了2014年一次必居海外 回国后贾跃亭的生态梦开始越做越大 细数一下乐视的生态帝国吧 2011年乐视影业成立 进军内容行业上游 2012年乐视网体育频道成立 后来独立出来成为乐视体育 同年乐视挖来联想技术达人梁军 进军电视硬件领域 2014年初乐视云计算成立 2014年底贾跃亭微博宣布造车 次年年初乐视汽车成立 发布会上并没有出现车 只发布了我们真的要造车了这个消息 2015年初乐视宣布进军手机行业 同样发布会上也没有出现手机 只发布了我们要做手机了这个消息 同年乐视金融成立 至此乐视三大体系七大生态正式成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那么这个生态是怎么给乐视输血的 从乐视电视也就是乐视置心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互联网电视可以说是乐视口碑最好的业务 也是输血最凶的业务 2013年乐视第一台超级电视上市 销量已经达到了150万台 至同期小米电视销量的互配 2015年销量则是翻了一番达到300万台 这个销量在国内电视行业 绝对不算是什么小玩家了 然而这三年乐视置心的亏损分别是 4700万 3.86亿和7.31亿 在乐视的逻辑里 智能电视的业务是不靠硬件赚钱的 相反把硬件价格做得滴滴的 然后靠服务赚钱才是互联网电视的逻辑 那硬件的亏损谁来承担呢 还记得前面说的 A股上市公司可不能随便亏损 那么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饿其体肤 亏损的担子就交给子公司 乐视置心来承担吧 要知道 乐视置心并不是全资子公司 乐视只在里面占了50%多股份 但生产的所有电视 全部都卖给乐视 相当于乐视亲手制造了100%的亏损 却有40%多可以让小股东买单 这一镰刀是搁在投资伙伴身上的 这还不算 本来智能电视的价格就不高 各家都是威力甚至亏本在卖 但乐视还要从硬件的销售额中 挖出一块来作为服务费 大家都知道 乐视买电视送视频会员 一台电视就附带两年的会员期 假设一台电视价格2000多 两年的会员资格价值将近1000 于是在乐视的账本上 电视硬件的收入是1000多 剩下的900多属于会员费 也就是服务费用 在乐视的商业故事里 电视不赚钱或者赔钱 但每一台电视绑定一个用户 用户未来续费 就会带来稳定的收益 说实话 我见过有的APP做推广 一个用户成本要到100块以上 但乐视花小1000去获得一个用户 如此豪狠 我还是想不到的 况且等到两年会员过期 你乐视存不存在还是未知数 这么大手笔送会员 一看就不是贾跃亭的风格 但在会计眼里 账可以有另一种算法 算法一 在财务上 乐视电视附带的这两年会员 需要用户开通并使用完成后 才能算是收入 会员期没满一年 才能把当年的付费收入写进财报 否则只能作为预收款存在 但乐视大笔一挥 直接把当年所有卖出电视绑定的服务费 都算作收入写进财报 刷一下 营收和盈利都变得无比好看 账代财报一发出去 股价马上蹭蹭蹭的涨 但其实呢 把细水长流当成一锤子买卖 随着时间推移 会员费越收越少 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 算法二 乐视本就有网络视频业务 需要购买版权 电视会员的服务费 纯粹就是增量市场 NG成本几乎为零 白送又何妨 更何况我是收了钱的 只不过钱都在电视价格里面体现了 这又是一种诡辩了 电视会员的服务费 本身就需要有版权做依托 没有几十亿的版权成本砸下去 会员就一文不值 所以即使服务费体现在电视价格里面了 也是用来填补版权支出的 而不是纯粹当作增量市场 混淆试听 算法三 电视诞生近百年 卖电视机 早就不是投资人感兴趣的性感故事 但乐视用互联网电视 服务加硬件模式 平台加内容加中端加应用生态一包装 资本市场就会觉得 这是一门非常有想象空间的生意 虽然会把乐视置新的股值太高 同时上市母公司乐视网的股票 也就水涨船高 会计不可怕 可怕的是会计会动嘴皮子 更可怕的是会计会动嘴皮子 还会做PPT 这就是假月亭了 前面我们提到乐视的各种做账方法 一句话总结套路 就是把近期的收入做高 把成本弹销到未来 而归根结底目的只有一个 把上市公司乐视网的财报做好看 推高公司股价 假月亭很清楚 不断上涨的股价就是乐视的命版 是撬动乐视财务循环的原动力 只要动力不停 那生态化反的故事就能一直降下去 乐视财务就能一直保持动力 这个循环的模式基本是这样的 第一步 通过质押股份 增发股份 股票套现的方式变现 第二步 把钱投入上市公司 和生态子公司维持运转 第三步 运转过程中用财务手段 把成本摊销到未来 或者让子公司承担亏损 上市公司拿利润拉高股价 回到第一步 股价升高 继续质押股份和增发 换取更多现金 除此之外 子公司还可以独立融资 或者盈利来为这个财务循环输血 可以看出 只有股价不断升高 公司盈利情况大大提升 子公司持续得到融资输血 才能维持这场前生前的内循环游戏 继续玩下去 恰巧的是 天时地利都站在贾跃亭这边 乐视2014年开始打生态概念的时候 A股恰好经历了一波大牛市 整体情绪非常积极乐观 对造概念讲故事的公司毫无防备 加上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概念的提出 互联网公司愈佳 炙手可热 A股对上市公司要求很高 尤其是盈利要求 挡住了无数不赚钱不盈利的 互联网公司的上市脚步 以至于互联网公司在美股港股上市 成为了一种通行管理 乐视作为A股市场少有的互联网公司 自然特别受关注 这是地利 所以乐视股价一涨再涨 在2015年飙到近1700亿 讲到这里 你应该理解 为什么乐视爱开发布会 哪怕是什么产品都没有给发布会 为什么贾跃亭喜欢造生态化反七大生态 这种极其宏大的概念 在上市公司层面 毕竟科创版看视梦率 只要梦做的够大 市场就会觉得你有想象空间 股价就能不断飙升 而在此公司层面 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一个个创业公司 而那时候中国的创投圈不乏估值泡沫 最不好的风气就是一个比一个会画大饼 一个比一个能说回讲 只要有好故事 估值能一直上行 投资人能接受你长期亏损 也能接受你为母公司输血 能接受一轮一轮的烧钱 就像贾跃亭号称五分钟 说服郭台铭一起造电视 上周去世的前乐视一页 董事长兼CEO张昭 也是被贾跃亭的热情所征服 一拍即合一起打造中国迪士尼 这剧情不比博人赚燃 最后回到开始的话题 为什么贾跃亭还在蹦荡 为什么他的Farited Feature还能上市 还能有人买单 如果你把如今的新能源汽车业务 放进乐视的逻辑里 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活了 我们说乐视生态 是庞氏骗局的一个变种 其实是因为原教旨的庞氏骗局 完全没有自造血的功能 纯粹让后来的投资客 为先来者买单 到最后傻子不够用就爆雷了 但乐视不通 乐视手上不是完全没有真家伙的 七大生态中至少视频网站 电视硬件都有合格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乐视影业更是成为七大生态里 唯一有稳定盈利能力的业务 如果这些业务能够稳定盈利 能cover住其他业务烧钱的状态 那么乐视的游戏 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贾跃亭堵的就是股价下跌 和子公司盈利 哪一个更晚发胜 很可惜 他最后摊子扑的太大 还去涉足没有几百亿人民币 就根本没有入场券的 体育行业和汽车行业 无数投资人的钱化成了泡沫 小到普通A股股民 大到老江湖孙宏斌 无一胜缓 这一局他输了 但有趣的是 到了2020年这个魔幻的年份 新能源汽车吹起了一阵风口 国产三大电车股票一路猛涨 大车企纷纷入局 使得这个行业一下子进入了资本的春天 而恰好贾跃亭在这方面 还有一些乐视时期积累下的造车遗产 30年河东30年河西 趁着东风 凡事和造车相关的概念 价格都开始飙升 Faraday Future的价格 终于达到了 让市场重新审视贾跃亭的水准 况且造车这种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 想象空间比视频网站大多了 于是贾跃亭有了转机 但贾跃亭自己呢 他有做了什么吗 不 他还是那个不回国的贾跃亭 他一直没有改变 变得是时代的方向 资本是无情的 他抛弃一个人时毫不脱离带水 但资本又是善变 他在低谷时失望而去 也会在高峰时重新慕名而来 资本更是健忘的 无论贾跃亭过去有多不靠谱 在能赚钱的契机面前 资本也会不计前前 就像我过去的视频里说的一样 资本永远有下一局 消费 商业 洞见 仅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